到期观礼 所有的大理全都备妥 只欠男女主角 原本应该开心的场合 变得好凝重 下午半明婚 上午举行稳定 就是要完成小两口的最后心愿 家属一整天的心情 真是悲喜交加 不要说怀疑 不要说感慨 不要说 做的那个饼很好看 我都会留意说 我以后要跟她做这个 我以后要帮她 租漂亮的新娘礼服 不过那些都好像 不可能 沈澄惠和陈一涵这对 坠西情侣命丧后风断桥 家属叔原本今年十月 就要帮小两口办喜事 想不到慢了一步 从以前就 要安生不了一年 对了安生的少年 就说比较少年 比较少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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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要这些 还要帮小两人 就是会抓你 断桥因为发生到现在 将近半个月 六人罹难 还有四人遗体 还没有巡获 陈一涵也是其中一个 家属对政府 彻底失去信心 还自掏腰包20万元 要悬赏找人 我去掏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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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自己掏腹 我不知道要去掏腹 我只是希望说 有心人士 善心人士 可以帮我掏 我去掏腹 我不要让他 进去海底 还是掏腹 你如果掏到 我愿意付他十万 死阳心人士 是家属现在 卑微的心愿 除了半冥婚 还要这群小情侣的 遗体找到 火化放在一块 才能了却 家属的一桩心愿 热讯李孟章 随意灵台中采访报道